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92集 铁血糖的震撼 不灭地权 是白小桃如今掌握的神通中 可以说是最强的一技 尤其是五倍帝王权 更是汗天动地 要知道 之前白小桃还没有达到天人时 他施展不灭地权 就已经可以勉强与天人中起一战了 而如今 已经踏入天人初期的他 虽还没有将境界稳固 可自身的意志已经能融合天地 再加上他是罕见至极的天道天人 这就让他弥补了如今境界不稳的缺陷 爆发出了接近完美的一击 这一击直接就轰退了陈赫天三人 不过陈赫天三人毕竟不是一般的天人中起 而且是三人联手 此刻虽一个个被重创 可却没有失去斗法之力 只是那一击太惊人 伤得不仅仅是他们的身躯 更有心神与肝胆 同时 这一拳引起的天地巨毙 也让整个逆河宗上上下下所有人心神内 掀起的大浪排山倒海般 无法平静 蜂鸣始终回到 甚至天地间都出现一个磅礴的玄屋 此刻画揍的冲击 也都在向着四方轰隆隆的扩散 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几乎就在陈赫天三人各自喷出鲜血 内心惊惧急速后退的瞬间 白小春目光微微一闪 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肉身之力 虽还没有被彻底掏空 但也所剩不多 虽不是精疲力尽 但那一拳怼肉身的消耗 也是极大 但他神色上不露丝毫 此刻脑海里也没有什么计划 只能本能的从原地向前一步走出 这一步踏下 他替内修为轰然爆发 意志强烈 干扰苍穹 使得天空上 他那巨大的面孔再次浮现出来 带着一股 崩灭地泉掀起的惊人气势 使得大地似都震动了一下 而白小春也并非真的追逐 而是在一步走出后 口中喘出一声低喝 你何踪 岂是你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随着白小春话语挥荡 苍穹上他的面孔也都跟着咆哮起来 使得外人一看 白小春这里气势惊天动地 一时无量 可陈和天三人忽然目光闪烁了几下 他有些不对劲 小战中怎么还如此啰嗦 莫非之前那一拳后 他已没有了余力 想要将我等贺推吗 陈和天三人都是人老成精 一个个经验丰富 此刻目光闪动间 他三人居然同时逆转身形 圆圆看去 三人好似化作了三道弧形 从原本的逃顿中 都木然转身 直接就绕了回来 更是在绕回时 三人强意伤势 立刻同时出手 顿时就有杀意从三人身上 再次爆发出来 既是试探 但也充满灵力 可就在三人绕回的瞬间 白小春嘴角露出笑容 这笑容落入陈和天三人目中 顿时让三人内心咯噔一声 不好 该死他是诈我们 三人内心一阵的刹那 白小春这里 眉心目然就出现了一道裂缝 他的第三只眼通天法眼 刹那就睁开 这竖着的第三只眼内 赫然有紫色的光芒 透射而出 向着四周弥漫扩散 紫光的速度极快 一说就落在了陈和天三人的身上 三人同时都是全身一致 好似被一只看不到的大手 直接就束缚了身体 也正是在这一瞬 白小春双手猛的掐绝 向着四周一挥 韩戒 轰隆隆之声 顿时惊天 一股难以形容的韩戒 刹那就以白小春为中心 向着四周不断的扩散开来 刹那就冰封八方 与此同时 更有二十七道韩影 直接就幻化出来 这二十七道韩影 彼此一模一样 都是白小春的样子 出现后 直奔陈和天三人 轰杀而去 气势惊人 看起来杀气更是逃天 可以想象 一旦被这些韩影靠近 那么 对于本就被重创的 陈和天三人而言 就算是不死 怕是肉身 也必定难保 危机关头 三人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陈和天体内 传出天雷之声 挣扎到了极致时 甚至不惜施展密法 短时他的脸上 就出现了三道裂缝 这三道裂缝 深刻见骨 在出现后 立刻就为陈和天 换来一股巨力 轰鸣中 他不但挣扎出了 通天法眼的束缚 更是身体瞬息倒退 刹那就退出千丈 与那些向着他之前 所在位置冲去的韩影 立刻拉开了距离 死避开了杀劫 可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三道裂缝 将使得他 在未来至少半甲子的岁月 修为跌落半个竞技 这代价之大 让他心中都在低些 可却没别的选择 实际上 不但是他这里如此 白震天与黎贤道 都是果断之人 二人各自展开密法 不惜代价 拼命争托后 刹那倒退 避开韩影 几乎就在三人急速倒退 使得那些韩影扑空的同时 这些韩影竟一个个模糊起来 眨眼的功夫居然消失了 甚至看起来 似乎之前他们貌似气势汹汹 可实际上却并没有太强的杀伤力 这就立刻让陈赫天三人灭色难堪无比 可三人到了现在 反倒不敢轻易去相信感觉了 之前认为白小春是外强中感在四撑时 对方突然出手 让三人的判断自行崩溃 而眼下又是看起来好似外力内人 可三人已是惊弓之鸟 心底的犹豫与迟疑 与他们平日里的果断截然不同 实在是 白小春这里那不灭地权的威慑太大 而之后的出手又让人捉摸不透 就在这三人痴疑着判断不清时 白小春站在那里 抬起下巴 袖子一甩 目中露出冷冽之忙 更有一股霸意随之散开八方 陈赫天 白老怪 还有这位我不认识的老匹夫 你们要站就站 不站就滚 白小春的声音如天雷 轰鸣四周 逆河宗众人心中震荡无比 一个个都灭色振奋的发红 呼吸都透着激动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而陈赫天三人 却是灭色越发难看 心底发愁 此刻真的是凄虎难下般 尚则忌惮 退则不甘 就在这左右迟疑时 忽然的 陈赫天三人几乎与白小春同时 瞬间抬头 看向苍穹 随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只见苍穹 此刻云层强烈翻滚 更有一道道强光 似从虚无幻化出来 一说就在这天空上 好似形成了一道阵法 随着阵法而出的 则是一道道身影 刹那间 这身影就达到了数千上万 直至十万 更有声音从内传出 千军万马一般 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气势 正是白铃与赵天交 还有铁血堂的那位天人长老带领的四大军团之秀 谁敢伤我万夫掌 我铁血堂征战长城流血 如今万夫掌归来 谁敢让其流泪 老祖 这件事情你做得过了 师尊 这些声音集合在一起 此刻轰然而出 可只是传出一一顺 随着那些到来之人 看清了战场 他们所有的声音都刹那间 戛然而止 一个个更是睁大了眼 带着不可思议 更有无法置信 他们中 虽只有修为到了白铃那样的程度 才可以感受到 此地明显有天人元神灭亡的气息 与波动 可绝大多数人 确实能看到星河老祖被斩杀肉身 崩溃碎灭后 唯一完整的透露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如今白小淳 与陈鹤天三人的状态 那是白小淳一个人站在苍穹上 有股霸道与闭腻 而他的对面 陈鹤天三人 一个个嘴角带着鲜血 不说焦头烂额一败涂底 可也相差无几 而且面色难看 很是狼狈 明显气息也都虚弱了不少 这么一看 仅仅是眼睛所察觉到的 就是陈鹤天三人好色联手 居然都不是白小淳的对手 这就让包括白林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由的倒吸了口凉气 目中带着震撼 于匪夷所思 而心中最吃惊的就是那位铁血堂的天人长老 能让陈鹤天三人如此忌惮 能让他们三人重创 铁血堂的长老 那位穿着战甲的中年男子 此刻不怒自威的目中 也都急速的闪动了几下 外人或许只能看到表面 可他身为天人强者 此刻感受的极为强力 他清晰的感受到星河老祖死亡的痕迹 道河老祖原神消散的波动 也明显的从陈鹤天三人的站位上 察觉到了他们的伤势 以及对白小春那里的无比忌惮 还有就是三人四刻的状态 他们的状态 这是施展了秘法 这白小春居然能让陈鹤天三人 不惜展开需付出极大代价的断法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